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来我们掌声 欢迎一下 好 欢迎我们录影响 那我们的师父以及我们的姓 康蜜陀佛 康蜜陀佛 今天很担心有这个缘 来跟大家来讲一下 那个所谓的我们的健康医疗 和一个相关的资讯 其实这个缘 应该是在很早之前 之前有跟我们的老婆上 已经过一次缘 好 那在刚刚学习时 在接触的时候 有个想 我应该要带点什么的医疗 资讯给大家 是要健康的 就是所谓的 像是四段筛检 还是说要有相关的一些资讯 后来跟我们的 多数师父跟师姐 讨论之后 我觉得 我们把现在很流行 常常提到的 什么是长照和点银 给一个相当的概念给大家 然后因为音乐呢 同时我也带了一些宣传品 这一些委宣 到时候呢 放在我们的这边 新战寺 那一共等二位的信众拿取 这样子 好 那首先我们这边是 宜人众和医院 那今天题目是要 给大家说明是 长期照顾2.0 所谓的长照2.0 好 那这就是这几年 很夯的一个应题 长照2.0 首先 那在说明一下长照2.0 就起来先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1.0 当然先因为有1.0才有2.0 这1.0的部分 其实在2007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所以换算起来已经十几年了 好 那在1.0的时候呢 十五年 他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有在地 在地乱号的原则 然后能够普遍跟发展跟建制很多的 产照资源 好 所以呢 在1.0的时候 他就建造了非常多的居家 或者是社区的一些产照资源 那所以呢 总之在十几年前 1.0是这样的运作的 好 当有家人需要长期照顾的需求的时候 一通电话 原则上 他就会有专人进行服务 好 后来呢 咨询之后呢 会有专人到家 到家中评估 当这个民众需要长到需求的时候 他是需要什么的资格 以及他的补助的范围是多少 会有专人进行操作这样子 好 在1.0的时候 他也做些什么 像是照顾服务 居家服务 居家护理 甚至部件 其实都包含在一个里面 在经过十几年的一个运作之下 其实在使用1.0的资的民众 其实很少 只有25.6% 那么好的资源 为什么那么少 人会知道 为什么那么少 会进行申请 主要是因为 他的资格限制 那时候1.0只开放四种的年龄限制 还有呢 就是说他给付的服务的范围类型 缺乏程序 还有就是说他的照顾服务员 人力非常的缺乏 因为有这些的情形下 所以变成了精进2.0的部分 好 那2.0的部分到底要做哪些事情 我们刚刚可以看得到 其实 在2.0的情形下 中央的一个所谓的口号就是说 找得到 看得到 以及用得到 这三个呢 是在中央的部分 是针对长到2.0他要求的部分 好 那重点的部分呢 就是说 他把服务对象扩大 在1.0的时候 他只有四个服务对象 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在2.0的时候 把服务对象扩大 第二个是把服务的项目增加 原本只有8项 在2.0的部分 新增到17项 那再来先刚刚讲一下 这所谓的服务的对象 在1.0的时候 他只针对65岁以上老人 还有55岁以上的三地人住民 以及50岁以上的身心障碍者 以及65岁以上独居的个案 在1.0的部分 但是这些人是不够的 这些服务对象 所以在2.0的部分 他增加了50岁以上失智 失智的患者 这非常重要 我们台湾其实失智领重越来越多 还有55岁以上的 平地的一个住民 49岁以上的身心障碍者 以及65岁以上的衰退的长者 所以我们直接感叹一下 其实在2.0的部分 他几乎就把目前可以用到的资源的民众 都包含在里面 也就是说 你只要有身心障碍者的资格 你就可以申请长造服务 那第二个就是服务的项目增加 我们刚刚有说 其实在1.0的时候 他的服务项目就这几项 八项 那在2.0的时候 他把一些项目增加 像是刚刚来讲 他有开放失智症的民众 所以失智症的照顾 他把它加进去了 还有呢 像是社区预防的一些照顾服务 也是放进去的 另外呢 他家服务的提供单位挂牌 其实就是一个保障 保障我们家的民众 例如说 当有这挂牌的机构的时候 我们可以随时保得到他 那常常听到我们所谓的长造2.0 那2.0的时候呢 又听到了长造ABC 我们常常会把他说 到底是什么是长造ABC 好 好 那在ABC的情形下 我们刚刚有说 我们的长造服务 包含了18种 包含了像是 副理之家 那间照顾 老人照顾中心等等 这些呢 就是入境长造相关所有的 一些符合的资源 但是这些有关于长造的资源 在之前呢 他们是属于不同的单位 负责管理 那 藉由这个ABC的一个串联之下 并且说民众可以非常的 能够跟这些长造资源 进行串联 好 也就是说 在长造ABC的部分 有分为A单位 B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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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单位 又是学校的班长 好 那班长呢 接受到民众需要有长造需求的服务呢 他就进行所谓的派案 派给所谓的 像是日间照顾中心 或者是传心服务的单位 进行派案服务 那另外呢 像是在社区 可能是有我们65岁的长者 那他可能就是有 像是工餐的服务 或者是说盐管室人的服务 我们就可以B单位 再进行的派案 把C单位进行 和民众的一个 长造的资源介入这样子 所以要透过ABC的 所谓的一个 社区的照顾整合 他主要是不希望 肉侵任何有一个 需要长造的民众 那这是常见的 像是长造目前有在做的 第一个就是居家护理 居家护理 其实除了长造有在做之外 其实健保也有 那居家护理师说 是由居家护理师到家中 进行有需要 所谓的就是 有技术性护理服务 最常见的就是 所谓的我们缓入的照顾 像如果我们家中是有 长期卧床的亲人 或他们身上是有 约缓尿缓 有一些缓入的更换 这个时候其实长造 甚至我们的健保 这个就是有几部的 就是所谓的居家护理的部分 那这个是有健保企图的 另外我们还常常听到就是居家护理 我们常常都认为说 啊护理股一定就是在医院做对不对 其实在长造府里面有居家护理 就是护理师到家中 进行做护理股的一个指导 他只能做指导的工作 因为可能我们家有请外拥 或者是主要照顾者练习这些技术技巧之后 来帮我们亲人做复健的动作 甚至居家复健 另外我们常常还有频道就是最近的 不管是新闻或是一些 但是在那些的新闻上 都会听到说 因为行囚照顾的 declared报告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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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蹦 bef 就是让我们主要照顾者能够稍稍休息 那在喘息服務的部分呢 他有根本機構喘息或是居家喘息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你的親人 你是要把他放在機構進行照顧 一年可能有14天到21天 或者是居家喘息 就是如果有專 就是說有接受到訓練的居家服務 到家中進行喘息服務 其實這個長照也是有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常常聽到的居家服務 居家服務就是說 金融就是有受過訓的居家服務員 到家中進行日常生活的身體服務 那有些人是申請 是說你申請我們的居家服務員 就是一個聯辦人來單趟 一趟可能是兩個小時或一個小時 來進行所謂的可能是身體清潔 或者是說肢體運動 現在長照其實都分得很細 你要做什麼他都合約上 所以在居家服務的部分 長照這段也會不錯 好 日間照顧其實是比較 這幾年比較才聽得到的 居家服務其實我們就把它 我自己的認定 我爸爸說你把它想到是拖勞索 我們有拖幼兒園的人在 在日間照顧其實就是拖勞索 也就是說在白天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我的拖勞 把我的拖勞 日常圈 他還是可以自理的 把他放到日間照顧中心 他那邊可以安排任何 可以安排活動 像是環康下棋或什麼之類的 等到下午的 等到傍晚四五天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接回來 再接回來 所以我們的家人不會覺得說 我怎麼好像都放在機構 或者沒有辦法在家裡 所以日間照顧其實這幾年 其實都很流行 在陽明有一家日間照顧中心 在福喜園 就在火車站附近 其實陽明有一家日照 好 另外一個是老人送餐 其實這個針對於獨居 獨居的長輩 其實還真的幫助很大 會有我們的 也是要去福園會定期送餐 會一次送個兩餐給他這樣子 對 這樣子可以減少獨居的民眾 在家裡就是發生 在主持的時候 發生一些危險的事情這樣子 好 那再針對像是長期臥床的民眾 其實政府或者是長照 他有提供一個叫做 不障礙環境的改善 或者是福聚的購買品補助 什麼是福聚呢 也就是說當我日常生活需要的 一些幫助我的一個行走 或者是在握出需要的一些器具 例如病床 例如氣墊床 甚至輪椅抽彈機 這個都是所謂的福聚的一個 購買補助的條件之一 那另外再針對所謂的無障礙環境的部分 其實經過評估之後 我們常常看到的最多的 所謂的無障礙環境改善就是 廁所跟浴室 他們會脫補以前 然後進行為一個改造這樣子 這個車子 大家應該在路上都常常看得到 這個就是所謂的富康巴士 富康巴士其實在長照部分 他也有在針對就是有補助 那個貝都是有補助的 所以他就是滿足上就是失能者 因為他因為我們自己的私駕車 或者是叫車 因為輪椅上不去 那這個富康巴士 他藉由這 他是可以整台輪椅上去的 所以我們的主要照顧者 就不用搬上搬下 然後造成我們的民眾的一個 可能不小心搬移的時候 一個受傷的情形 居家醫療的部分 其實在這兩年 健保局一直在提倡 什麼是居家醫療 我的解釋是說 就是讓醫生出門去家裡看病人 居家醫療的部分這幾年 是很流行的 那他是有什麼的條件 就是說他有失能 有明確的就醫需求 然後他是要坐在家中的 所以在居家醫療的部分 我們的醫生出訪 然後居家的民眾 一定是住在家中 如果是住在機構裡面的 他就不能夠申請居家醫療的部分 那居家醫療到底是做些什麼 可以把它想成是 把就是醫院的門診 可以做的事 在居家醫療外面都可以做 像是打針 抽血其實都可以的 好 那主要就是一樣 就是要因為失門或疾病 外出不變 好 那剛剛講了很多 只是舉例目前長照有的作用 我想大家一定想溝通 到底要貼多少錢 到底這個費用 費用會不會很大 所以他會依照 應該說長照補助啊 他會依照家庭的經濟狀況 還有失能的等級 進行不同的補助標準 所以他會看呢 當羅伊如這個人 需要長照需求的時候 就是剛剛有講的長照專員 會到家中平都 就是我們家的那個經濟狀況 然後呢 還有失能程度 不是中度輕度還是急重度 他會有所謂的 14項的一個補助標準 他會一些條件進行篩選 然後再看你是屬於哪一類的病人 所以當如果羅伊如施 需要補助的時候 如果他評估我一個月 可以用2萬1 但2萬1的部分 都可能需要居家復健 有復健是來我家 幫我教我的外傭做醫生復健指導 我可能需要我的 需要居服員到家中幫我洗澡 可能需要居家復理師 或是一些專業的團隊 來介入的時候 就是每個月 就有在2萬1裡面 去進行次 就是每次來的額度次數 來進行分配 對 所以我們家 就是我們案家 其實只要付15%的部分負擔 好 10%的部分負擔是多少 我舉個例子好的 我以為一個奶奶 他是 他要一個禮拜 他一個禮拜又來三次 居家服務員來家裡洗澡 一個月的話 他一個月大半起來 他只要付給 或是機構700個塊 一個月 所以算是鐵人 算是鐵人 好 那問一下 那居家醫療 剛剛有講過 如果是醫生去家裡去看病人 對不對 一次多少錢 健保局要多少錢 大家來猜猜看 我們把醫生搬出去 不是吧 把醫生搬出去 把醫生移駕出去看病人 然後帶來一個護理師 這樣子的費用 健保局 健保局有幾付嗎 那我們案家要給 給醫院多少錢 來猜猜看 500 500 再下 230 再下 230 再下 150 150 再下 怎麼說 77 這就是健保的健保承照 他就是給我們 因為其實在健保的保護裡面 你醫院就診的民眾 一定要清潔 對 不可以用家屬的名 家屬說他不方便 但是他有一些條法 就是說他真的是失能 不方便 那或者是說他 昏迷 就是不方便 但是照理說 有這種的一個健保有診 或就有傳探 病人一定要親自 醫生一定要親自看到病人 他可以才可以進行調藥 或者是說增加一些藥物的調整 等不然十幾年來 都是家屬請出來打藥說 一樣 一樣是怎樣 還是會有差很多 所以呢 這幾年就有居家醫療的部分 居家醫療的部分 所以 曾經有個民眾說 在做技術的時候 他說 律長要兩千嗎 你說我兩千 今天可能可以去好幾十次這樣 其實這樣就77塊 77塊 那如果是說有另外拿藥 或是藥品的部分 不在另外再算這樣子 其實也還好 好 好 那他們就說 那我要怎麼進行申請 其實他就會依照你的 這張主要是說 他會依照你的失能程度 然後又分文一般戶啊 或者是說中低收入戶 或低收入戶 進行所謂的警戶 然後呢 他的服務什麼在這邊 他在哪裡申請呢 好 我們在在地的醫院 或者是我們的衛生所 你都可以跟他說 我需要申請長照的服務 他們就會馬上把那些轉件單 轉件單寫了之後 我們會傳生到所謂的衛生局區 衛生局原則上他們的流程 是在七日內 會打電話給你 跟你約去家裡看的時間 他們要親自看到民眾 才可以合付所謂的 你每個月是符合哪一種等級 跟費用這樣子 所以目前其實在長照部分 已經喊了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了 然後再配合所謂的健保局 跟中央的政策 真的可以對我們所謂的失能的民眾 可以帶來很多很多的一個減輕 很多的不方便 那在醫院醫院這邊呢 今天會有放一些所謂就是 就是今天講的課程 內容的一些簡介 還有我們居家醫療的一些服務的 一個聯絡窗口 那我都會放在聯絡世界 那這邊我就不發了 到時候有你們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再過去跟他拿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 這邊要打一個小小的廣告 我本來要講私癌衰減嘛 然後那個說不要講私癌衰減好不好 私癌衰減好像大家都會知道 私癌衰減有補助大家知道嗎 知道 知道齁 只有一個知道嗎 媽媽怎樣 好啦 私癌衰減也就是我們 口腔來指東西來乳 乳房攝影 以及我們的腸塞 這個其實健保會有補助 都不用錢的 那我們也會放些心腸亂章 那如果我們的做事 我們的大師大姐呢 如果連理不合了 不要讓我們的全力睡著了 就去醫療健康去做 不要忘記了 這樣子 那今天的那個長照 應該說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